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今天15号是振兴三倍券的零首日 那么这个花莲是最大的国安邮局 早上就有民众排队,不过因为开了五个柜台 所以消化的速度很快 那么另外超商则是接近9点开始就有人进入排队 但是一开领就碰到了塞车 意思是流量过大导致当机 而在万荣乡则是因为地处偏远 那么在部落是没有超商跟邮局 则是由辖内的西林所、万荣分住所 以及红叶所三个派出所 来协助部落的民众办理发放事宜 花莲市公安邮局总局第一天准备了1000份的三倍券 提供民众购买领取 8点半开卖之前已经有乡亲排队领取号码牌 从领号码到照号到领券窗口大约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 速度算是相当快速 环境邮局经理陈荣宗表示 全线38个支局升班情况都平顺 随时都掌握最新状况 而民众也都觉得速度很快也很方便 今天这个好领吗 好领 它开5个窗口 开5个窗口 大概15分钟就OK了 开多久 没有很久 差不多15、20左右 觉得方便 蛮方便的 对 你感觉现金比较实在 现金总的也比较实在 中华雅总从今天开始发放资本振兴三倍券 那我们这个邮局都有加派窗口作业人员以及引导人员 另外为了避免排队人潮 以及节省民众宝贵的时间 我们以身份证莫码是单号或双号来作为分流的基础 莫码是单号者在周一周三周五来购买 莫码是双号者在周二周四来购买 周六的话是单号双号皆可购买 而超商酒店开令之后就状况连连 因为流量太大导致当机 有民众排队领了一个小时都领不到 不满却写在脸上抱怨连连 你九点就来九点整 前面只有这样三个人成功而已 有人成功了 三个 三个人那十天成功 整个都死了 等好久了 对然后他会一直重复 或者让凡只小吃 将镜头转到没有邮局 也没有超商的万荣香 万荣香有五个村落霞区 没有邮局超商 幸好花点陷阱 警局所辖的西林万荣以及红叶所 三个派出所协助部落居民领券 居民都表示相当方便 他会觉得这样子其实蛮方便 就是在派出所旁边在住宿 对啊 不用什么西林邮局那么多人这样 所以在这边你 他花了多少时间这样进来到去 没有很久耶 大概十分钟左右 七一号就来报名了 这边是西林 是不是离那个市区比较远 所以来派出所会比较方便 对没有错 来的时候 我们村民必须要带 他的那个证件 身份证或健保卡都可以 然后再带一千块 然后我们就会把 证信三倍券会 就会交给村民这样子 西林建秦万荣名利 以及红叶镇五个村落 预购有753件 从15号起到7月31号 都可以前来派出所领取 也因为辖区小倒数几天 警方也会贴心的 以电话通知 或者到住所提醒知名领选 记者综合报道